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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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具体行动结合店家 小吃店 志工以及机关人力 一起清理商圈周边的环境 营造舒适干净的商圈环境 提供全国的观光客 一个美好的旅游空间及消费环境 那今天呢 我们在选择这个铁路医院来做一个环境整顿的工作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铁路医院呢 它已经荒飞已久 可是现在它又已经被列为我们的限定的古迹 那对于文化面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家来 来这边参观的地方 那此外呢 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呢 又有非常著名的小吃 那我们今天呢 最主要就是结合我们附近的环保志工 那还有当地的商家共同卷取袖子来把陈陵路 还有中正路 彰化火车站这附近这一带呢 把这个地方清理干净 把它整顿美化起来 那整顿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县民 应该要为了维护我们的美好的环境 而不要乱制造脏乱 尤其是随手任意丢弃的烟蒂 纸屑这些等等 我们就请县民要共同的来做好维护的工作 彰化县环保局欲请各公共营业场所的管理人员 能够配合执行周边清洁维护工作 除可避免行政罚还处分外 更可因为环境整洁吸引更多顾客光临消费 增加营业业绩 公益频道许为珍 张化 采访报道